秀林乡公所在乡境内15处活动中心进行的消费礼金发放作业 村民依序排队领取在公所同仁指挥之下 大家胜利拿到了2000块钱礼金 秀林乡长王玫瑰一大早从最连来的崇光部落到最北的和平部落了解发放情绪 由于事前准备相当完善 大家都胜利领取 村民也是大赞秀林乡长的贴心 赶在中处加紧的前期 秀林乡公所选择在26号这一天 秀林乡境内的15处活动中心来发放振兴消费礼金 在秀林乡公所同仁的指挥之下 大家依序来排队登记领取现金 秀林乡长王玫瑰从最南区的崇光部落 一直到最北的和平部落来视察发放的情况 由于事前的演练作业相当完备 村民领取的时候是相当的顺利 今天秀林乡公所发放消费礼金一共有15处 那今早我就从崇光开始去行事 各个领取出手的整个秩序 我看很多的民众都非常遵守 整个秩序来讲都非常的顺利 因为大家都能够互相遵守 我们的规定是要照台队的顺序 那大家也都蛮礼仗的 所以今天状况都是非常棒 我想在这里还要提醒我们的村民 如果今天你们真的来不及到各15处所去领取的时候 都没有关系 下礼拜一开始还是会陆续发放 如果星期一到星期五 早上九点到小四点 都还是可以到秀林乡公所来领取 那领取的截止日是到今年的12月31日 也希望我们的乡民多多把握机会 不要让自己的群人睡着 前来领取振兴消费礼金的村民表示 则是相当感谢熊市厂长王玫瑰 对这样贴心的政策 让大家可以说是占益有加 一四个都帮人家领的 然后一个一四我自己的 三个就要寄回去 三个你觉得这个政策好不好 我觉得让人蛮开心的 还为什么 很开心啊 因为多了一笔不数不小的钱 这个你看虽然是两千块而已 但是有少的吧 可以买一些物资啊 谢谢乡公所 这个已经有 这个很好嘛 这个公所这样子 有没有用心 我觉得还不错耶 为什么 就多一笔钱 有需要的话 家里可以去支付这样子 那领取的时候 有没有很顺利这样子 我觉得很顺利 对 谢谢我们公所那么用心 谢谢 就如下我们就表示 这一次特殊传染新肺炎疫情 影响全台湾各个经济产业的发展 同时也连带影响修营乡 各项部落产业推广的政策 经有修营乡各村的访试员查房 村长联系汇报 以及乡长巡视各村部落乡民层情 深刻体调到虾民 无论在生活工作以及家计 接受到严重的影响之下 为了舒缓虾民们的经济压力 修营乡公所 以修营乡民代表会决议 发放振兴消费礼金 修营乡公所 期盼藉由这次礼金发布的政策 能够同时活络修营乡的消费力 以及复兴不落的经济产业 修营乡民代表会决定 修营乡民代表会决定